有些太过遥远了 全形也对他们不利 现在是六名选手的枪线 在锁定LGD的两名选手 对怪咖来说 这一关能不能挺过来 没挺过去 可惜了 这把怪咖在近点的表现 近乎无解 但他遇到的是原点的Para Boy 而且这边LGD也在向着 同家宝发力 龙仔倒地了 只剩下了维森一个人 杜朗维森能不能够帮助团队 拿到更多的分数呢 目前主要注意力 还是放到LGD的身上 但这个燕镇还是阻碍了 他输出的脚步 好多的树叶 好多的树枝 他打不到 孟阳看到一个侧身 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放过这个机会 率先淘汰掉了LGD 同家宝以后 只剩下孤零零一颗石头的老干爹 是的 那对于孟阳和Para Boy的一波配合 而一颗手雷也断送掉了 想要再扶起队友的机会 对于NV来说 这一场胜利 已然只是一点点时间的问题 Oder一马当先 配合着后面两处的枪线 阿富旺哪里走 都要受到伤害 Oder一判 结束战斗 恭喜上海NV Oder在适应了指挥这个角色 虽然说前期可能真的是 数据受到了影响 但是现在他在逐步 向着带枪指挥的方向在发展 对于Oder来说 决赛圈或许也是能找回 那个曾经的自我的时刻 因为进入决赛圈以后 指挥突击手架枪位 这些位置的区分 已经没有那么的重要 大家就是铺好枪线 去收获胜利 灵狐冲 现实版本 在这一场决赛圈回归 恭喜他们 是的 虽然浩约灵狐冲 看这场比赛呢 NV他在场上表示的 好事的还是非常克制